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这个细胞损伤 细胞死亡跟适应的部分 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呢 正常的细胞 它可能受到一些压力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适应的状态 那或者是受到一些受伤的一些因子的刺激 会导致细胞受伤 那这些细胞受伤的话 它可能如果说是短暂性的 它就会变成一个可逆性的伤害 可以再回到正常的细胞 那如果说它发生了不可逆性的伤害的话 那最后的话细胞就会变成坏死或凋亡 那再来的话 细胞适应的话呢 它大概分成几个种类 依序是这个大小 大小的话可以分成是萎缩跟肥大 那依数量来讲的话 细胞可以增生 那以形式来讲的话 基本上有化生跟益生 首先的话我们来讲增生的部分 那书上的话是有特别提到子宫内膜增生 我们左上角这个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右下边这边的话 是正常的一个子宫 那如果说它子宫内膜增生的话 它整个子宫体也会跟着扩大 那这是它的这个Gors 就是它聚观下面去可以看到 它的子宫内膜增生 那右边的话这是示意图 那再来的话呢 也有些病人的话 他会使用Dylentine 那会导致他的牙龈 牙龈会增生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肥大 肥大的话就像我们 现在很多人上健身房 那肌肉呢 就是经过训练之后都会变得肥大 那像以前小时候的影片的话 就是问这种普派 他吃了菠菜之后呢 他整个肌肉就会变肥大 那这个肥大的话是细胞 它的尺寸 它的大小变大 而不是它的这个细胞的数量有增加 那书上也有提到 就是高血压的话 也会引起这个左心室的肥大 主要的话是因为我们血管的压力 过大的话我们的左心室 就需要更大的力量 才有办法把血打出去 所以的话呢 994的话就会导致这个左心室的肥大 好再来的话 我们介绍萎缩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想看到这个图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有些厌食症的病人 或者是说在这个非洲地区的小朋友 它可能因为营养不良 导致了这个 很多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萎缩 那这的话是这个有小额麻痺症的病人 那它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左脚呢 就是它的肌肉稍微比较萎缩一点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化身 化身的话它是一种分化成熟的一个细胞 它被另外一个分化成熟的细胞所取代 首先我们看到书上有讲到搓烟的人 它的上呼吸道就会有磷状上皮化身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 是右边的这个呼吸道的上皮 它是为负沉柱状上皮 那因为搓烟的人 它一直把一些烟里面的一些物质呢 去刺激我们的呼吸道 那导致我们的呼吸道呢 就会变成这个磷状上皮化身的样子 那磷状上皮的话 一般都是在我们的手啊 跟脚上面的皮肤 它比较可以接受一些物理性的一些刺激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子宫颈 常常会有这个磷状上皮化身的情形 那我们子宫颈内颈呢 它会有很多这个柱状上皮 那因为它有很多腺体 所以很多柱状上皮 那如果说它有这个HPV的感染啊 或者是常常有一些刺激的话 它就会最后就会变成这种磷状上皮 就会有磷状上皮化身的情形 再来的话我们讲这个巴雷特石道症 它基本上的话 我们的石道本来都是这种磷状上皮 那因为这个常常都会有一些胃石道腻有的病人 那我们的胃酸就回到这个石道上 那石道它为了要去适应这个胃酸的酸性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磷状上皮呢 就会改成柱状上皮 那你可以看到这柱状上皮上面也会有很多的杯状细胞 好 很多杯状细胞 好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益生 那益生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细胞 它的顶状上皮 一直到这边的话 是一个基底膜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有增生的话 它就整个细胞的数量会增加 会往外增加 那如果说是dispersia益生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个细胞的细胞核 细胞核比上细胞值的这个ratio 的一个比例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就会分别会分成什么 mildysprasia 轻微的跟中度跟重度的医生 那到最后的话 这些细胞如果说穿过了这基底膜 它就会往里面 就会变成这个cancer cell 就变成癌症细胞 那整体来讲的话 就以这张图来带过 那就是适应的话呢 我们正常的话呢 一细胞的这个数量的话 就可以增生 细胞的这个大小的话就肥大 那变小的话就变萎缩 那细胞改变细胞的形式的话 就会变成化身 那益生的话是这个细胞 它的这个整个nc ratio 细胞核比上细胞值的这个ratio 就会变高 就益生 那我们考题的话 就是提到 就是下列关于这个益生核者正确 那答案的话就是c 这个子宫颈原味 它是属于重度益生 基本上它就是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就是正确的 那其他的话呢 这个长期的护膝道上皮 它是 这算是化身 算是化身 就是被这个 负成磷状上皮所取代是化身 那益生的 不会发生在化身上皮身上 这是错的 这是会 那益生不会恢复成正常 上皮会 它是一个可逆性的 是可逆性的 那答案的话就是这个c 接下来的话 这个癌前期的特征是什么 那答案的话 当然就是这个dysplasia 益生 再来的话我们来介绍这个碉网 那碉网的话它有很多个形态 就是慢慢的它会一开始呢 会有细胞质的皱缩 那染色质会开始浓缩 那会有核裂解的情形 那核裂解的时候 这个染色质就会集中在这个细胞核的周边 那会有一些细胞质炮的产生 然后碉网小体的一个形成 那也会有一些吞噬作用 就碉网细胞之后或小体它会形成一些吞 会有一些吞噬作用的一些产生 那像是这个树上有讲到 就是像baby啊 它在这个妈妈的那个肚子里面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谱状质 那后来是因为萎缩的关系 所以才会变成有五只手指头形成 那以及我们的小长绒毛细胞 也常常都是会有这种 碉网的自动碉网的情形 然后就是会一直生长 出现新的这个 那个绒毛上品细胞出来 那还有一些就是衰老的一些 血球细胞或者是说 神经连接的发展 也都会有一些这种 碉网的情形 那夏天哪一种变化 最有可能发生在这个碉网的细胞里面 那当然的话就是这个 刚刚前面讲到就是细胞咒说 接着的话我们来介绍这个坏死 坏死的话 我们分成这几种 书上有分成就是凝固性坏死 抑化性坏死 坏居性坏死 甘若性坏死 脂肪性坏死 跟这个 类纤维蛋白性坏死 那凝固性坏死 它主要的话是这个坏死的细胞呢 它的蛋白质凝固 那所以它的轮廓都还是存在 只是说它细胞变模糊了 变比较糊一点 然后它的细胞核也不见了 然后比较常见的位置 是在心肝皮肾的地方 那异化性坏死的话 它主要的话是因为这坏死的细胞 它有一些Lypes的一些作用 那导致这个 这些细胞呢 有一些异化的现象 那最常见的就是在脑部 就是在脑部 再来的话 介绍这个坏居性坏死 坏居性坏死的话 它主要的话是因为这坏死的细胞 它有这个被细菌的感染 被细菌感染 所以的话呢 它主要的话都是在这个下肢 都在下肢的地方 那再来的话 我们介绍甘若性坏死 甘若性的坏死 它是一种彻底性的一个凝固性坏死的一种 那它是结合病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所以它的相关疾病的话 就是结合病为代表 再来的话介绍这个乳 那个脂肪性坏死 脂肪性坏死的话 是因为Lypes的作用 那主要的话都是在胰胀 胰胀的地方 急性胰胀眼的话 就是会有这个脂肪性坏死 或者是说当这个Brist 乳房的时候 它有受到这个创伤的时候 重疾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脂肪性的坏死 再来的话介绍这个 类纤维蛋白性坏死 那这主要的话是它的坏死物 可能是一些胶原纤维或者纤维素等等 那它会沉积在这个结地组织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等等 所以的话它主要都是在这个血管壁的周围 像很多的这种血管炎 很多的血管炎大部分都是有一些这种类纤维蛋白性的一个坏死 凝固性坏死的话 基本上你看起来就很像这个冰块一样 它周围 周围看起来好像稍微有点糊糊的 细胞母没有那么的仔细 然后它的细胞核基本上就会消失不见 那书上比较常提到的这个 就是一个这个 急性的一个这个肾脏的一个坏死 急性肾脏坏死 我们可以看到左手边 这边是正常的这个肾小管 那右边的话它是已经这个缺血的一个肾小管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还在 可是它的细胞核都不见了 然后这个它的那个 shape 外围 看起来比较模糊一点 像这边左边这边的话看起来界线比较清楚明显 再来的话 这个讲着异化性的坏死 就是看起来会这种汤汤水水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主要说是在这个大脑的地方 脑部的一个坏死 大部分都是一个 异化性的一个坏死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坏区性的坏死 坏区性坏死的话 大部分干性坏区 它主要也都是在这个四肢 就是像是脚的部分 脚的部分 那虚性坏区的话 它可能是有这个坏死 可是它又合并了有一些细菌的一个感染 那导致它的伤口看起来比较湿 比较湿 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甘若性坏死 甘若性坏死就很像气死一样 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甘若性坏死的代表就是这个结合病 结合病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左下角 它中间的话就是一个甘若性坏死 那在周围的话会有一些类上皮细胞 那这些类上皮细胞 它只是看起来像上皮一样的一个 Marco-Fage的一个巨式细胞 所以它不是真的上皮细胞 它是巨式细胞 那这些巨式细胞它想要把这个TB 给它吃掉 可是它没办法吞掉的时候 它就把它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Giant Cell 就变成Giant Cell 我们都叫它Ling and Giant Cell 那在最外围的话它是很多T细胞 很多T细胞 很多T细胞的聚集 那这是放高倍的图来看 放高倍的图来看 那再来的话我们介绍这个脂肪性坏死 脂肪性坏死的话就会有那种所谓的造化反应 造化反应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急性瘾脏炎 或者是说这个是Almantan 就是大网膜 大网膜它如果说有坏死的话 它上面的话也有很多这种很像那种肥皂一样 就用造化反应 再来的话是这个类纤维蛋白性的坏死 那它的代表作就是这个血管炎 就是在这血管的外围呢 会有一些Fibrinoid Necrosis 就是一个类淀粉蛋白性的坏死 就是在这边粉红色的地方 那考题的话就是讲说脑部有一个坏死 那应该是什么坏死 那答案的话就是这个抑化性坏死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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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